我真的覺得伏地挺身它是居家運動裡面的王牌動作 對於一般人來說 因為它可以鍛鍊到上肢很多的肌群 你的胸肌 你的三頭 你的前肅都可以訓練到 當然如果說你是想要練成阿諾斯瓦辛的那種超大F罩杯的話 那當然一定要上健身房 有那種大重量器械的摧殘之下 你胸肌才有可能長大 但是對於一般人來說 如果你只想練得有個胸肌的線條的話 那你做伏地挺身真的是綽綽有餘 只要你做的刺激到位 目前觀看我頻道的92%都是男生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你們在家裡 沒有器械沒有啞鈴槓鈴的話 就做伏地挺身就好了 你如果是新手的話 一天也不用多 你可以從一天做50下 一天做100下 這樣開始慢慢的累積 你每天都逼自己做個100下伏地挺身 一個月之後身材沒有變好的話 你再來打我 好 今天這題 做伏地挺身是胸美感覺手必先說 我這邊遇到的情形大多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因為疫情關係 而在家裡開始要嘗試運動的運動初學者 那他本身自己的肌肉量就不足 所以光他撐在那邊的時候 手去支撐全身力量就已經非常累 非常辛苦 那他們當然就比較沒辦法 把專注力放在感受胸肌的刺激 這種初學者呢 伏地挺身我建議你還是要做 就像是你要學跑步之前 你還是要先學會走路 你要做伏地挺身 然後等你手臂的肌肉力量已經起來之後 你再把注意力慢慢的放在胸肌的感受上 如果說你是運動初學者 肯連胸肌的話 推薦你去做這個 那第二種情形就是你已經不是初學者 但是你在做伏地挺身的時候 還是感受不到胸肌的發力 那時候你就要先學會找胸肌的發力是怎麼一回事 你就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肌上面 去全身用力 用力 感受一下 胸肌的肌肉有變硬變軟變硬變軟 或者是你再夾胸 把它夾起來 然後感受一下這個胸肌這樣膨脹擠壓的這個刺激感覺 理論上你在做伏地挺身的時候 也要感受到這些東西 你有感受到這些東西 你在做的時候刺激才有效 好簡單科普一下胸肌怎麼長大 就你這邊的纖維肌纖維 在做伏地挺身的時候不斷地被拉長擠壓 拉長擠壓 這樣反覆的過程當中你的肌纖維被撕裂 被撕裂之後呢 你再補充蛋白質補充熱量營養 然後好好地休息 它才會復原長大長得更茁壯 一個大訣竅就是你要用心去感受你的目標肌群的發力跟刺激 真的沒在跟你胡亂 這是我國外做過科學研究的 你要是在做任何訓練的時候 有專注在感受你目標肌群的發力的話 訓練效果會好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自己在練的時候也就是 去死 練炸它 刺激它刺激它刺激它 這樣子練下來的效果真的是超級好的 好今天這個影片就是因為單純最近受到太多這種類似的問題 可以統一做一個影片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如果說你們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們在一起討論 然後我前陣子也拍了一個 500下伏地挺身挑戰 它是做20下伏地挺身搭配一分鐘的休息 這樣累積成500下 你們可以試著去跟著做做看 它其實真的不會 你照著這個節奏走 你一天也可以做個幾百下伏地挺身 久而久之 你的身材就會慢慢地變好 你不穿衣服 或者穿衣服 你的線條都會很好看 OK 下次見 拜拜